这是一道送分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魅惑菇能够魅惑僵尸 让僵尸为植物而战 那被魅惑的橄榄球僵尸 在特定情况下能啃食植物吗 A能啃食植物 B不能啃食植物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 在特定情况下 魅惑橄榄球僵尸能啃食植物 第二题 基础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种植冰瓜射手 需要西瓜射手 种植忧郁菇 需要大喷菇 种植机枪射手 需要双发射 那么 种植地刺王 需要地刺吗 A需要地刺 B不需要地刺 A需要地刺 A需要地刺 正确答案选择 A 种植地刺王 需要地刺 第三题 一错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当橙杆僵尸跳到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 承杆僵尸 不会被弯豆命中 第四题 判断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有粉丝说 寒冰孤能冻结水池 请问这句话 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 这句话正确 寒冰孤能冻结水池 第五题 附加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路障僵尸前进的速度 是不一样的 那么 用两个小喷菇防御 以下哪一种说法正确 A两个小喷菇无法击败路障僵尸 B两个小喷菇 有概率击败路障僵尸 C两个小喷菇 百分之一百击败路障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B两个小喷菇 正确答案选择B 两个小喷菇 有概率击败路障僵尸 B两个小喷菇